迎着朝阳出发了 早上的6点20 很多人在路上跑步 南京路早上非常的凉爽 这边的人行 这种飞机动车道宽 他们也用这种清扫路面 小型的洒水车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远方 我现在在山东资博的南京路上 还是顺着南京路 我一直往南走 准备看看出城 为什么会这样的 因为想去看看这边的其他的早市 我在山东资博也走过了很多的早市 大家在以前来的时候 那视频里面都看到过 这次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早市 准备去找寻一下 我五点多都起床了 现在收拾完出发就才六点多 因为他们这边的早市 一般的就是八点多 基本上都没有了 看前面人家这 拉的葡萄西瓜 那应该是说离市场不远了 现在已经来到了一个市场了 一眼望上去很多吃早餐的 在这边先大概的逛一逛 我也在这边吃个早餐 看这个阿姨买了好多油条 大包子 烧饼 火烧 火烧 这里面是一个市场 早上市场里面还没什么人呢 这个市场不大 但是门口很多那种流动的 卖早餐的早餐店 肉夹馍是四块钱一个 我选择一下看看吃什么 有什么喝的 把豆浆豆腐烙 有粥 有 混沌都有 你想喝什么都有 那行吧 买一个这个馅的吧 几个 一个吧 一个酒菜的 两块 两块呀 然后粥是什么样的粥 粥来那边 就那边去买哈 那个蛋丝汤是什么样子的 蛋丝汤是什么样子的 蛋丝汤 一蛋丝汤 哦就是豆腐一半 豆腐一半 蛋丝一半 蛋丝一半 少放点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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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等于是两餐 两餐了 哦我好像吃错了吧 应该不用餐就好了 我看他们就是 单的不用餐吃的那种蛋丝汤 应该是另外一种味道 这还是在直播这边第一次吃的 真的是走走逛逛就能发现 就是不同的这种美食 总共是七块钱 嗯也很好吃 这个辣豆腐是中午半斤的辣豆腐 真的挺辣的 这一次吃的那个火烧 是那种韭菜粉条的 不是那种单纯的粉条和豆腐了 同样的也是皮薄 蟹多 吃早餐的人越来越多了 这个辣豆腐 吃着它是用那个辣汤煮的 吃着以后就是感觉到越来越辣了 辣冒汗了都 吃着液 吃着 嗯 嗯 吃着吃着 这一块 嗯 嗯 这一块 这一块 前面是不是还有呢 我看前面也有很多帐篷 去前面走一走逛一逛 这是馕和烤包子 前面肯定也是一个卖菜的地方 你看当地的大叔 他们都买了很多的菜 现在市场上刚好在逛逛 这是摆摊和收摊的 怎么这么快都收摊了呢 卖葫芦的 这应该就是在路边上卖的 来晚了收摊了 卖豆腐的 这边收摊收得好早 其他的地方都8点半 现在还不到7点钟了 就开始收了 看看